王孝兰表示 隐心陈龙曾经拼平台湾民主政治 惹恼台湾民众 当时他打电话给陈龙说 陈龙很棒 有很大的市场 如果觉得这里的人愚笨 就不要来了 王孝兰甚至还说 他不是台湾人 而是中国人 当然很多网友看了以后非常反弹 对此联合报的回应是 这是王孝兰的个人言论 但是也希望外界不要断章取义 报道中生动的画像 一看就知道是联合报发行人王孝兰 他这个月接受金融时报专访 从最爱的时尚聊到各种话题 像是谈到隐心陈龙 因为曾经批评台湾民主政治 惹恼了台湾民众 王孝兰说 他曾因此打电话给陈龙 告诉陈龙他很棒 有很大的市场 如果觉得这里的人们愚笨 就不要来了 另外王孝兰也多次赞同中国 像他就认为北京已经改变 现在的中国相当有纪律 因此他认同中国当局的做法 还说在有法律之前 不用给人太多自由 甚至脱口而出 说自己不是台湾人 而是中国人 不少网友看的报道相当气愤 批评王孝兰想当中国人 就移民 不要赖在台湾不走 他在这次专访中 所表达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联合报的编辑政策 不应该断章取义 也不要扭曲解读 毕竟在这个民主社会里面 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就是台湾人 那也有很多人认为他是台湾人 但是他也是中国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尊重每个人 他心里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认知 不过不少网友认为 身为报业媒体负责人 过于认同中国的言论 不免让阅听人担心 媒体处理两岸问题 是否公正客观 一篇报道 也意外让跨足法国 时装品牌界的王孝兰 再度成为话题人物 一边是许志诚 从关于台报道